大志老师 您家里人 兄弟姐妹也好 爸妈也好 有没有做这个艺术行业的 没有 您这是独苗啊 独苗一个都没有 因为我干这行呢 也算是什么呢 也算是机缘巧合吧 当年啊 76年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 悼念文章呢 就是开追踪会的时候 也不是 我就念了一下 念了完以后呢 我们学校呢 有一个教语文的老师 他听完以后 可以啊 你这个念这个道词 声音觉得我还不错 完以后表达能力还行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 好像我对这行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灵感 就给自己这个艺术这种学习的这个 镜头给你激发出来了 对 因为那时候太小了 14岁 14岁 也不知道自己将来的目标 那静人意已经18了吧 那就是四年之后 对啊 那也19 后来呢 我又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是 因为我在风台区上的画笔班学习嘛 学习呢 那个班里还有一个导演 导演是八一厂的导演 从那儿 正好到了七七年 八一电视剧院长拍一个电影 叫《我们是八路军》 您是先触电 后进人民剧院 对 我触电触的第一部戏 是非常高的 您知道 胶片 那时候是胶片拍 那你演一首 我演一小八路 让我们刚才谈的方案执行吧 行 一分阵 跟我来 杜丽同志 你带女同志和小同志 往村子里转移 是 队长 我血色已快失散了 我还得要打一心呢 我也是 让我去吧 我要报仇 老杨 你看怎么样 让他们锻炼一下吧 你决定 好 跟我一块行动吧 那我们也回去准备一下吧 我们是八路军 他写一个张细德烧炭的意思 后来有几个小孩 在一块已经参加革命 完以后随着这些老挖路们 跟他一块烧炭 砍木 砍木柴什么的 一块学习 所以说其实在那个年代 您就算是阴差阳错 阴差阳错 离艺术越来越近 这种考上这个班 你当初其实也是得益于 或者叫走运于 只招北京的演员 你要当时全国招生 像我这样的条件 那就把我给毙了 那不是把你毙了 弄不好 梁冠英都去不了人意了 梁冠英是谁 梁冠华 当时梁冠华还真没理现代胖 当时180多斤 我记得好像180多斤 我是124斤 那你俩就一块一站 那个比较 对 所以今天您觉着 您仁义的老同学会来吗 我觉得会来吧 那来吧 咱们猜猜吧 好不好 猜猜 猜猜谁来了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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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